大家好 現在我們遲機到馬上看到Josh在地鐵站啊 我剛剛出地鐵站 哇這個地鐵站齁 真是前所謂的空耶 沒有人的各位 東京耶 這是每一個地鐵站 我現在是在池袋地鐵站 而且你看整個完全是空空的 完全沒人啊 而且剛才我來的時候在車上也是少有 很少很少人 而且因為現在是日本的黃金州嘛 就是假期 基本上的話應該現在是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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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人 就是你看都空空 而且連那個百貨公司都沒開啊 所以日本人真的怕了是嗎 這次 呃因為之前就是宣布那個什麼緊急宣言嘛 然後就是一直在跟大家說 就盡量不要出去盡量不要出去 盡量不要出去 然後現在我覺得基本上大家會有比較聽話的 比較聽話了 所以 你那邊的那個美法院也是關嗎 我最想問 因為JUST想看我好常哦 哈哈哈哈 還是他在留 哈哈哈哈 沒有啦 其實因為我基本上也在留 你想辦正義劍是吧 哈哈哈哈 吳卓希 真浩南是不是 真浩南是不是 真浩南 真浩南 哈哈哈哈 哎各位來看前所未有的東京的那個地鐵站跟購物中間 真的是沒有人了 有幾個人啦 而且你看我身後這個就是那個西武百貨 然後他也是就是從你看這個告示就是從4月8號 然後暫時關閉他沒有說關到幾次 哎呦 所以像你 沒有人的你去到那邊你就迷路 哈哈哈哈 因為人太多了 中京沒有一個地鐵站是沒有人的 那其實池袋地鐵站這邊呢其實平常也是很多人 因為如果是大概這種時間就上班時間的話 那應該你可以看到就是人來人往 然後你一個不小心可能就會撞到人這樣子 是 可是前幾天我出來的時候也是真的完全都沒有人 對啊沒有人也是會迷路的 因為沒有人可以問路啊 那別人問你嘛 他自會走嘛 其實這也說明了日本的民眾對於這個病毒的疫情 真的是滿當合適的 因為雖然說他們現在單日新增確診個案呢 中速回落了 可是他們說還沒有到達目標 所以現在現在請問每一天大概有多少啊 你知道嗎 現在每一天就是起起落落 就是大概一百多一百多左右 就是東京啦我是說 嗯 就是東京都內的話大概是一百多一百多這樣子 然後有時候可能會掉到四十多上座 可是就是專家有在說是 是不是因為就是那個採檢的數量少 所以才會顯得就是驗出來的那個感染者變少 嗯 就是你檢測有時候看這些數字 真的是很難做一個唯一的判斷的 因為他還是看你檢測的個案啊各方面的 可是我必須要說 然後 那個畫面是蠻恐怖的 你沒有車 你沒有什麼人 對街上沒有什麼人 我覺得可能在逛街 因為他後面那兩間店都是我去北丁會去的 藥妝店 我們要去逛藥妝店 因為是旁邊的那個Don Quixote 也是我每次去北丁要去的 你開嗎 對啊 而且如果你們可以看得到就是 對面那個藥妝店也完全沒有人啊 有開嗎 他有開嗎 有有有 他有開 去看一下可以買口罩嗎 現在那些口罩什麼東西物資已經很足夠了吧 口罩還是有短缺 可是其他的物資就比如說 之前就大家在搶購那些衛生紙啊 然後那些都有了 衛生紙都有 可是口罩那些還是比較難找 像那個Don Quixote的話呢 他下面他有時候就會有賣一些口罩 可是那種口罩我覺得應該不是防疫口罩 他那邊寫的是那種Fashion Mask 所以我覺得應該不是防疫口罩吧 嗯 所以請急狀態延伸到5月底 對生活有影響嗎 還是沒差 反正就是這樣子的了 其實我覺得 還是多多少少會有影響啦 因為他延伸到5月底 就變成這些百貨啊 那些商店都其實都不能夠開店 然後呢 現在已經有很多商家 就尤其是餐飲業者啦 就是一直在 就是在訴苦 旁邊的妹妹滿美的 旁邊的妹妹 旁邊的妹妹 哪裡 走邊走邊走邊 看到人就美了 沒有什麼人了 對不起 繼續繼續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哈哈 真的嚇到我 我還想說旁邊有什麼東西 哈哈哈哈 那我們就讓大家一直看 Josh 首先是他很賞心悅目 第二他的線路好穩喔 他走著走著 可是那個影子還是非常的清晰 那個畫面很清晰 對 生命很好 對 對啊 好啦我們去逛妖裝店 去逛妖裝店 Let's go 很多東西啊 那裡 對那邊妖裝店很多東西可以買的 對啊 妖裝店 妖裝店可以逛一個小時之久 哈哈 一個小時也太誇張了吧 真的 前面那邊 那邊大家有在搶那個口罩 蛤 不是搶了 那邊有在買口罩 所以那邊是有口罩賣的 喔前面前面前面 所以我要不要買一點 這件還是嗎 因為之前他說呢 其實這間店他讓你買第一盒口罩的時候是原價 可是第二盒就非常貴 他現在這裡沒寫 對後來沒有了 就是說 他這個是一包大概五片 然後一包大概是500塊 500塊日幣 要買嗎 要買嗎 買啦 還有很多啦 我等一下要買 等一下再回家買 就一起購物 可是500是貴還是OK 還好 因為一般來講以前的話 一包 如果是這樣五個七個的話 大概是賣400 300多 400塊 其實500不算太過分 欸有人在買 我要五包 新加坡自己就有了 我怎麼包 其實便利店都會堆了 對 像是時裝的 啊時裝的 可是就算 就算我幫你買到五包 五包的話 其實要寄回去也是蠻辛苦的 因為你知道 我上一次我朋友 叫我幫他買一些藥妝 然後我就幫他寄 然後我是3月31號幫他寄的 他昨天才收到 哇 欸可是我想問一下 George 其實那些活動還OK嗎 因為我看到有報道說 還有什麼大型烤肉會啊 有聚會啊 所以現在是可以聚在一起了 是嗎 其實是 其實是沒有啦 因為 你知道日本人就是 抗爭性很低啊 然後就是你一直在家 待在家裡 他們又覺得是說 哦好有壓力 好有壓力 在家 就一直想要出去 然後就是因為現在又剛好 就是黃靖州假期 然後很多人就想要說 就是出去逛 昨天我有看電視 他們有訪問到那些 出去烤肉的那些人 然後那些人就想說 啊沒有關係啦 我不會得的啦 沒有關係啦 而且我們在周圍的人都不會得 都不會得病的沒關係 就是那種很鐵齒的人吧 哦 還是會有一些零零細心 還是會有一些 對還是會有一些人 對啊 不過景點多人嗎 景點 景點沒有欸 像昨天我朋友有說 因為他家小孩子也是 就是在家 就是 悶到 就是太悶了 悶到發慌了 所以呢 對悶到慌了 然後他就帶他們出去逛 這個會不會太吵 不會不會 聽他講什麼 聽他講什麼 聽眾講很懷念這些聲音 因為可能很少出門逛街了 所以聽到那種 街上的聲音 他會很懷念 而且你知道 因為現在啊 就是 日本其實這種廣播 就是防災的廣播 蛤 你這樣靜靜給我們聽一下 你聽得懂嗎 你講華語的不是嗎 沒有他沒有講華語 他只講日文 哦 ok啊 然後每一個區 他都有每一個區的報告 然後我家那邊的也是 每一天 半晚五點多的時候 他還是報告說 現在 在防疫期間 大家 大家就盡量不要出門 哦 那也要請大家 避開三密空間 就是密地 密集 和密接的空間 然後就會一直報告 你在家裡面聽得到這個廣播啊 我在家裡面聽得到啊 因為 因為那個 那個喇叭放進我家了 哦 因為他們沒有繼續說 現在你們站起來 我們來做運動 先把讀手提起來 這樣沒有 現在應該沒有 沒有這種 集體運動什麼之類的吧 我們這裡有 不好意思 對 我們只是差沒有廣播而已 對 你們有嗎 所以你們每天都會自己在家裡 就是在辦公室 沒有啦 就是網上有不同的東西 沒有這樣集體 可是你剛才講的 那個是每一區 他都會有這樣的廣播啊 對 每一區都有廣播 對 因為 其實 如果你們有看日劇 還是什麼的話 就是平時大概五點半的 哦 如果你們有看他比小天 五點半的話 都會有 播一個音樂 那播完音樂就是說 因為現在已經五點半了 天已經快要暗了 請在外面玩的小朋友呢 就趕快回家 之類的一些廣播 然後現在他就把這個廣播全部換掉 變成 換成就是 請大家 就是 要注意 就是疫情之類的 我們新加坡好像沒有在街道有這樣的喇叭的 有那個民房部隊警報 真的啦 真的 就是剛剛我報新聞 當時有報道說 他那個什麼相撲也停了 所以他現在相撲停是很大件的事情嗎 還有那個奧運怎麼辦呢 現在最新的消息 奧運現在就沒什麼辦法 反正就是延到明年 然後我政府呢 現在就是 我覺得他們就很努力的 在研發這些這個抗體嘛 因為 如果 真的沒有抗體 沒有辦法控制這個的話 明年的奧運會 那到底要怎麼辦 那明年到底辦不辦得成 這還是一個問題 所以 我覺得日本政府還蠻辛苦的 就除了就是要照顧人民之外 還要就是想到就是明年的奧運 對 真的是一個燙手善意 辦也不是不辦也不是 你知道嗎 我覺得 因為他現在呢 他不辦的話 他已經損失了 等到明年沒有人知道發生什麼事情 然後他們已經說了 如果明年辦不成的話 是不可能再延期就要取消 對 對啊 因為如果取消的話 對他們 對他們也是影響蠻大 因為他已經投資了這麼一大筆錢 真的是 我覺得 日本現在真的是騎虎難下 嗯 欸 之前日本有一名 這個獲選為東京奧運火箭所的餐廳老闆 近日懷疑因為冠狀病毒影響下 在電力自焚身亡 這個新聞嘛 有引起大家社會的關注 所以其實日本的民眾 這個抗壓性 是不是真的是大家討論的焦點之一呢 對 其實因為 像我剛才說 日本的抗壓性真的很低啊 所以就是 呃 那個老闆 就是你跟 你說 呃 我看新聞啦 就是新聞也是在說 可能他也是因為 就是啊 疫情的問題 然後不能夠開店 然後又要面對就是 店主的那個租金什麼之類的 然後他也是有去跟店主想說就是可不可以就是 呃 減少一點的房租啊 電租還是什麼樣子 可是 店主說哦 我們這邊也很辛苦 那又不能給房租 那他又不能夠做生意 然後他又沒錢 他又是奧運火巨手 對 本來本來有希望拿那個奧運 奧運巨火那個 然後又沒了 就沒得拿 就 就又沒得拿 然後就覺得好像人生就是沒有了希望這樣子 所以他才會覺得就是在店裡面傾身吧 多重打擊啊 真的是雪上加霜啊 對啊對啊 而且還有很多 還有很多很多人啊 就是有些可能老人家還是年輕人講說 哦一直關在家裡面有事情做 然後他不行了 他一定要出去外面走 不是一定要出去外面逛 還是什麼之類的 然後可能還有一些比較偏階的就是說 反正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啊 我得病之後我就 就再去散播就好啦 還是有些靈靈欣欣的怪人 Ticky的人還是有的啦 我們當然跟這個Josh連線的時候 看櫻花那個時候呢 他就說他已經要吃草了 你的草吃完了嗎 我的草差不多吃完了 哈哈哈 你要不要做一點這個線上啊 的表演啊 直播網紅啊 欸在旅行社怎麼辦啊 你們旅行社現在在忙什麼呢 呃 我其實真的沒有東西忙欸 就有啦就是 不可以這樣說一下 我老闆聽到這樣 哈哈哈哈 有啦就是還是 呃會想說如果就是 疫情過了之後呢 然後到底要做一些什麼東西 然後就先做一些配套出來 哦 就是上回我們連線去日本的時候 有全瞻性啦 想Future要做什麼東西 對啊因為現在完全全 真的是沒有 沒有 沒有個人 而且沒有 沒有旅客過來啊 欸你現在是真的是 真的是帶我們亂逛 還是你有一個目的地的 池袋 我沒有目的地 哦 沒有 沒有目的地 就是亂逛 去麥當勞 麥當勞 哈哈哈哈 買一個套餐給 他們有嗎 開嗎 新加坡觀眾 會瘋啦 他們看不到麥當勞 你吃給我們看也好 麥當勞 麥當勞 或者是提供外賣 或者是 送餐 然後我覺得日本 應該新加坡也是的吧 就在日本啊 如果你是 因為之前我叫朋友家 我們就叫了Pizza Hut的外賣 然後 他點餐的時候 他那邊選項就選說 送餐的時候 你要就是 不見面的送餐 就是到了之後 我按門鈴 然後我放在門口 然後我走 然後你再出來攬 哦 有這樣的選項了 有有有 相會也是有 ok 有這樣的選項了 嗯 嗯 對啊 那日本人有在國內旅遊嗎 黃金周 國內旅遊還是有 還是有的 我剛才說 就是我昨天 呃我朋友他 因為 我就說小朋友嘛 然後就帶小朋友出去玩 然後他們就去慶景哲 你知道嗎 然後 基本上因為現在 現在這個 黃金周的時間 慶景哲應該是 超級多人 可是他就跟我說 路上完全沒人 哦 他說其實 呃 如果有車 有開車的話 其實可以就是開車出去逛逛 你可以不要下車 你看人多的地方 你不要下車 沒有人的地方 你會去 看一看風景 但是也是 其實也好 就是出去輸出 也要不需要 就是一直 待在家裡這樣子 哦 明星還跟我們說 明星也是在東京的朋友 他在直播跟我們說 昨天還有地震 要看的朋友可以上來直播看哦 是不是都要看也好 對 嗯